你在这个军队当中 如果有那种 真的是一大群的是那种 觉得心理不平衡的情况之下 其实对军队是会有 非常大的杀伤 你知道请问于将军 这非常重要 三年两年 那特别是你军旅现在这么的长 你有碰过什么样的 这种不合理 或者说是极度的那种 夸张的情况吗 当然刚才易总老师说 他说当兵是傻瓜 那我就是大傻瓜 因为我当了超久 我当了32年 很多时候当兵会让你的脑袋 变得顿顿的 然后凡事不会思考 这是错的 其实在军中可以思考 很多很多的事情 有一个名作家司马忠元 他的所有的故事小说 都是在军中里面 所遇到所写出来的 那军中其实你如果 仔细的去评量 你每一段的生活的这个时光 你可以出书 我现在退伍以后 我在出的这个故事频道 就是把我当兵期间 遇到的一草一木说出来 对那那个订阅的人数 已经快破12万人了 对其实当兵是非常珍贵的时间 只看你怎么去看待他 你把他当成浪费生命 他真是浪费生命 所以我就讲嘛 我女儿出生 他就跟我讲说 到我退伍这几年 他才发现 原来这个世界上 有一种饭叫团圆饭 因为我以前从来 不回家吃团圆饭 都在部队 那都是把家人带到部队去 然后可能吃完饭 就把他们送走了 所以你看我 这是某一年的 除夕夜的白天 对我这三十几年来 绝大多数是 跟这些战车在过年 都跟他们在过年 因为一到了过年期间 我们就接战备 一接战备 所有战车上装满了石弹 那我们在哪里睡 就睡在掩体里面 我就带着部队睡在掩体里面 大概这些年来 都是这样过的 那么你说这些弟兄 他在掩体里面 他心中会不会想家 会想家 他心中会不会有惆怅 会惆怅 那尤其是遇到那种 两年跟三年兵的交接 那个三年兵 真的是心中极度的不平衡 为什么你知道吗 你有碰到 我也碰到尾巴 我就碰到尾巴 那个三年兵说 报告老板 不公平 我说为什么不公平 那个菜鸟 比如晚一年入 他明天你退伍令 他说这国家对我不公平 他说我今天晚上 想要喝两杯 你知道想喝两杯 那这种老兵你很麻烦 你真的让他喝两杯 他喝醉了会造反 会造反 因为他身上三安卫兵都有枪 干什么 他会造反 不喝 那不喝的话 他就怨天尤人 那会造成很多的 负面上的 你不知道他可能会做什么 是不是 后来我就跟他讲 我说这样好不好 我说今天晚上 我把排长找来 说今天晚上不要排他的哨 到连长室来 我跟你喝 我跟你喝 我说喝完就去睡觉 不能有任何怨言 他说报连长 全联有三个老兵 可不可以找他们一起来 我说都来啊 三个老兵就好连长室来 高粱酒到了 对不对 我说来一杯比一杯 那果汁杯 果汁杯一杯跟他比一杯 对那我一个人对三个人 就干啊 奇怪 干了三四杯 奇怪连长怎么都不会醉 你知道吗 那当然是有诀窍的 加水 连长的旁边摆一个保温杯 保温杯里面是空的 对 跟你干杯完之后 对不对 然后捂住嘴巴 喝口水 其实把酒给吐掉了 把酒给吐掉了 然后再跟你干 干到他们全部都摆平了 胡说八道 然后叫安全事官 全部扶上去 三个人睡 睡饱饱 睡到天亮 都不用占卫兵 店长就起来 哇 这几个兵 心中的那种苦闷 都放开了 化解了 都化解了 他就想说 我们这个老板很好 心中苦 陪我喝 而且老板喝不醉 对 不是喝不醉 现在你在看电视 你就知道了吧 当时你不要觉得很苦闷 我不是喝不醉 我都把它吐到保温 今天是用心理辅导 这是一种领导统 因为这种方式 其实如果说我这个做法 被我的营长 或被我长官知道 我一定记答过 我连长一定记答过 怎么可以在营区里面 跟弟兄酗酒 可是这种状况呢 长官他不会体谅 他说这就是你要带兵啊 他们不关 你当连长压不住他们吗 你就叫他乖一点 不行就把他关紧闭 这不行的 哪有那么简单 这绝对不行的 他会反弹 会造成更大的伤害 而且呢 说不定会造成 无法挽回的后果 尤其是在马祖 我记得马祖 我们到马祖去 最怕一种人战卫兵 新兵 就是那个新兵 刚刚到马祖满三个月 第一次上哨 哇那灾难 那所有的查哨官 比兵还要紧张 你知道吗 记得我有去查哨 在马祖北干 我们坐着机捕车 远远过去 我们机捕车远接近哨所 就不能开灯哦 因为就是暴露阵地的位置 要把灯关掉 我们就大老远 他就喊 赞助口令谁 我说张德公 他就拉枪击 谁张德公 又拉一下枪击 我心想糟糕了 我就看看我的口令 没错啊 那我到底要不往前走 对最后决定 就不要查那班哨 因为他背错口令了 那个兵背错口令了 你知道明明是张德公 他背的是王德公 那我讲错了 我再接近他就开枪了 对 我就退回去 第二天早上 早上这个早上 把我回报 我就跟我说暴露阮 那个第三号哨 我没去查 为什么 我说他背错口令了 他背错口令就顶上去 你把他骂一顿 我说他已经拉枪击了 上场了 对 在嘴观想一想 你把这个弟兄找来 怎么回事 这弟兄下来说 我说昨天晚上 你为什么拉枪击 他说长官 我遇到一个匪谍 要来渗透 我问他口令 应该是王德公 他说张德公 他到后面都不知道 他背错口令 对 然后最可怕的什么 你知道 沿路交接下去 都是错的口令 都是错的口令 后来从我那班以后的哨 没有敢接近那班哨 所以从那天开始 我们口令就变成 复试配置 交接之后 安全事官 再打电话到哨所 再跟他check一次口令 就变成两次 这个double check 否则 那一班哨 没人敢上 没人敢上 这也表示说 在那个年代 其实第一线的弟兄 到金门的时候 马祖 他是很紧张的 对 因为他不知道来的 真的是查绍官 还是水鬼 所以他很紧张 非常紧张 所以说面对这些异男 其实你看马上 疫情都回 余将军 当官其实也是要 这个要很机灵 非常机灵 要谁注意这个 班兵的状况 不但要机灵 而且你要得到很多 家人的体恤 我就说 因为我的女儿 几乎这个 我当兵期间 她都在军中 你看这个 这是我女儿三岁的时候 这是我女儿三岁的时候 你把她带进去 对对对 因为没有放假 我战备留守 所以说我就叫我太太 把女儿带 那时候她三岁 然后特地把她穿的小军服 你知道跟我一样的军服 到军中来 为什么 到了三岁 还没有拿过爸爸的红包 因为都来部队留守啊 所以她就来部队 拜年 我给她红包 然后带到每个连队去 哇那连队很开心 你知道 因为前一天 我就跟所有大兵哥讲 我说告诉你 明天我会带一个正妹来 她说年不年轻 我说超年轻 超年 未成年 我说各年年长 准备好红包 我明天带个正妹来 带去 哇太年轻了 三岁 对 那我女儿今年23岁 20年前的事 所以说其实 服役的点点低 到现在我女儿都还记得 虞张用心难哭 因为再不带去 你女儿会认不得你 认不得 对不对 回来会哭啊 对 看不到爸爸 有一次从马祖回来 那时候我女儿 两岁 我从马祖回来 然后我一回房间 我一回到我那个房间 一抱我女儿就哭 然后我太太就很难过 说你爸爸回来 为什么哭呢 他爸爸在哪里 他就指我跟我太太 结婚的那个照片 在上面 因为我明天 认不得真实的女儿 我太太跟他说 他爸爸在哪里 爸爸在这里 爸爸在这里 等到我真的回来了 他看到我不认识 在哭 他说爸爸 那不是爸爸吗 爸爸在照片里面 所以说其实 这个军人在军中 帮国家 就是义务 这是我们天职 保家卫国是我们天职 但是呢 家人跟另一半 也做了很大的牺牲 但是我一直在想一件事 所有的弟兄到部队当兵 我没有把他当成兵 我把他当成我的手足 因为这些人 在爸爸妈妈手中 都是宝贝 所以我一直在强调 训练的时候 从严从难 生活照顾的时候 要把他当成家人 一样照顾 你对你女儿如何 你对他就如何 这才是一支 能打仗的部队